哈啰 大家好 我是最新一只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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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VO 的YouTuber Guma-san 大家看到我今天的标题收图 以及弃了我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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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知道我要聊什么动画了吧 没错 今天这一期我要和大家聊的动画是 勇气爆发BAM BRAVO 以下简称勇气爆发 如果你们问我今年一夜新发最好看 或者是最美的动画是哪一部的话 我目前为止肯定是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但如果你问我一开始不奇眼 结果播发地话 突然创造话题的黑马之作是哪一部的话 我肯定回答是勇气爆发 真的不夸张 这么多话播发地话的时候 几乎我有接触的社交网站 或者动画论他都一炸起来啦 这部勇气爆发呢 简直就是经验原创动画里的最大的骗局啊 可能有些观众听我做的时候会觉得很夸张 但我说的是实话 因为现在才过了一个月而已 所以勇气爆发肯定是目前为止 最为骗人的动画啦 虽然我前面说是骗局啦 但实际上大家都骗得非常开心 开心到一个地步 大多数看过该发的观众 骗到整个人高潮起来 一直棒棒棒棒棒 就连我当时看了地话后 我也忍不住在飞鼠专业 和YouTube社区分享了 我对勇气爆发的心得 但是在这里呢 我一定要成奇一点 当我发布这张图片后呢 有很多观众 以为我看勇气爆发地话 前面15分钟的表情是很无聊 只是只有5分钟才会觉得很好看而已 我过啥表示 你们的眼睛是来做什么的 摆设吗 哈 你们看我这照片里充满严肃 又有一点帅气的眼神 哪里像是无聊啊 我这种是叫认真看动画好吗 一开始的剧情 就是一堆真实系机体打在一起 然后剧情又很认真 又严肃之后 又面临宇宙生命体的侵略 人类一个一个被打趴 这种绝对绝望又精彩的剧情 我不正常认真的表情 难道我要像下面的照片一样 哇 人类死得好啊 继续口继续口 等一下我到底在讲什么鬼 OK我们回归症状吧 可能会看过该发的观众 或者没有关注之前的官方消息 然后直接追动画的观众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刚才会说勇气爆发是今年原创动画里的最大骗局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要先从动画还没有正式播放之前讲起 首先在去年5月尾 SIGAN就公布了他们和大张争议一起携手打造一部原创动画 勇气爆发Bumbraver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是有引起一些金赞美的关注的 因为喜欢看金赞发 或者是玩超级金赞大赞系列的粉丝 谁会不乐视大张争议啊 他可是机械人领域里的大升级别的人啊 再加上他又是和SIGAN合作的关系 所以这一对组合就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好奇 但是他们当时所放出的第一支概念预告片 都是真实系机体的设计图以及标题而已 从预告片来看呢 是真的是看不出他和超级系机体有什么瓜葛啦 妈 哦不 其实这部发刚公布的时候呢 还真的是有不少网民觉得 勇气爆发不是一部很正常的动画 首先是这部作品的logo和名字 他现在以前大战争议以前参与过制作 或者导演过的超级机械人作品 例如勇者系列 超受机身断空我和多年后由他亲自指导的续集 受抓机构断空我Noah 以及超纵神两部等等的logo 太有那个感觉啦 再加上他是SIGAN的连创动画 众手周知 SIGAN複责的动画呢 有87%都是不正常的 至于以上种种的因素 勇气爆发第一支概念预告的下发留言 就已经有不少人表示 此番一定不简单 如果你懂一点路语的话 推荐你们可以去看看 当初第一支概念预告的观众的留言哦 里面的留言蛮搞笑的 现在大家还以为SIGAN可能会在多几个月 就公布勇气爆发的如山真面目时呢 SIGAN选择继续缠 接着官方陆续公布了机械设计以及美术指导 时候10月 勇气爆发发布了第一支正式预告片以及宣传图 依然没有任何超级系机体和宇宙生命体的相关系细 当初官方给出的故事介绍大概是 主角一起遭受到隶属不明的机体攻击 并且以战友们一起在战争活下去之类的故事 而且第一支正式PV画面简直有模有样 然后在勇气爆发正式播发为止呢 SIGAN大概隐瞒了长达8个月的时间 最大时评录里就比起以前 就出现比较少怀疑的声音啦 也逐渐觉得这可能是一部真实性的机械人翻 结果动画正式播发后呢 网民就开始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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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BAM ZACHTI来了 这发不只是获得了网民们的一致好评 目前为止 评分网站也给勇气爆发蛮高的评价 甚至连这个评价只有五星和一星 二三四星都是白色的巴哈动漫风 都得到了满分五分啦 更搞笑的是地画播放完后 官方就立刻公布了第二个预告片 以及新的宣传图 说白点就是真正的宣传片和宣传图啦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 勇气爆发是今年原创动画里 最大的片局的原因啦 那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未看过该翻的观众会以为 勇气爆发是靠噱头才会出圈的 欸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不否认啦 因为Seigen的确是用到这个长的宣传方式 才会让勇气爆发创造了话题性 但 这就不代表这么多话就没有料 反而勇气爆发比我想象中的好看太多啦 战斗画面我就不需要多讲啦 Seigen Picture的制作品质有烂过的吗 刚开始主角参加叙利的那段战斗场景 我就已经觉得不需要担心制作品质这一方面的问题啦 要担心的地方就只有故事的部分而已 毕竟原创动画嘛 不知道会不会突然烂掉啊 但以目前为止的观看体验来看呢 他的剧情真的是有料又神经啊 首先那一时的剧情就是讲述 主角一席了突然面临宇宙生命体的袭击 并且一面打的被敌了 压者打不拉就是被干掉了 死了非常多的人 而主角有也从一开始外表上看起来自信满满的哨位 面临眼前的实战后呢就绝望啦 可以说第一话前面15分钟的剧情 算是营造了相当不错的气氛 说实话如果接下来的发展是继续保持着 真实系集体和宇宙生命体 抗争的剧情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料的啊 拿着Sygax和导演大三哲一表示 你们以为我们俩合作的原创动画会很正常吗 只有Blade班先生出现了 气氛180度转变 变成了超级机械人的风格 重点是 粗皮杀鸡一定要列明治啊 这种前后反差感真的差别很大 这就使得接下来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猜不到后面的剧情是什么 并且对之后的剧情发展感兴趣 结果第二话我就整个人懵掉了 之前是我误会了 原来勇气爆发是一部超级机械班啊 那Blade班说明自己被主角有进入驾驶差的感觉时呢 我身为一名性格思想算是比较印太和古板的男人听了Blade班的话 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啊 毕竟想说 What the f*** 到底看了什么鬼 那这次最让我爆笑的地方是呢 当这位王毛主角至高分友向Blade班提议 那我驾驶你吧 的时候Blade班竟然脸红啦 等一下 人家只是说驾驶你而已啊 你干嘛脸红啊 但我以为整个剧情只有Blade班这家超级机械人不正常以外 接下来的剧情直接打了我的脸 Blade班拒绝了王毛的要求 必说如果是有以外的人记录他体内 他就会感觉到生理不适 王毛主角听了后 身受打击 打击到一个地步 就算做噩梦都会梦到这句话 靠 赛点核导演到底是信了什么鬼啊 就连第二话播放的ET也是激情满满啊 主要来说就是呢 勇气爆发到底在演什么啊 这也太毒了好吗 不只是主线故事不迷绝利又有趣 这部作品也玩了一些超级机械人动画的一些梗 例如为什么会突然出现Rush的BGM啊 此处必杀戚一定要练出来啊 诶他干嘛冒出来主要角色机体的名字啊 以及每次登场后面出现的logo竟然是投机打出来的啊 真的是笑死我啦 到这里好像感觉到勇气爆发简直就是非常不正常的激上翻啊 诶目前来说不正常的地方是挺多的啦 但他还是有存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又讽刺的剧情 而且我相信后面的剧情有87%一定会出现很大的爆点 就和大家分享一个题外话吧 我前几天和朋友在麦当劳吃宵夜的时候 刚好我们就有聊到勇气爆发这部动画 当时我就有提出一个观点 那就是搞不好Blai班是整部作品里的末尾黑手 同时也是最终Post 宇宙生命体降落地球什么的这些都是他的自导自演 目的是狭烂勇学习什么东西 让他可以征服世界或者达成某个目的之类的 至于为什么Blai班他会早上勇 然后又认识勇呢 我的猜测或许勇很有可能并不是什么正常人 或者是这部作品本身可能会牵扯到什么时间理性的设定 然后未来的勇呢 是不简单的人物之类的设定啦 当然以上是我瞎掰的啦 但也因为勇气爆发的故事真的是太过不正常啦 而且也留下了很多设定上的疑问和谜团 这就使得我会忍不住去猜他的剧情走向到底如何 我觉得挺好玩的啦 如果各位观众们有看勇气爆发 并且对这部动画的后续发展有什么预言猜测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去分享哦 以上就是我对勇气爆发暂时的观后感啦 总而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激战翻 主要说这是一部原创动画 这么发生之后会不会爆炸还是一个未知数 毕竟最近我觉得原创动画的确是有点糟糕啦 但由于勇气爆发是由SYGA负责制作的 制作品质方面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再加上导演是大张这一 所以我是完全想不到这个组合到底要如何爆炸 至少SYGA自己负责 和别公司合作的改篇原创动画 我还真是没有看过一部是烂打 而且前面沙发的故事剧集发展真的是挺有趣的 都是朝着意想不到的故事发展 又玩了一些很有趣的超级机械人的梗和激情 所以我会很期待也很好奇 勇气爆发的后续剧情到底会如何啊 希望这部动画到播放完结为止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以及你们有什么动画想要介绍给我看 或者是希望我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去分享你们看法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给我的频道 打开一些单指示我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